小伙伴们,你们难道还没有发现吗? 蛋仔岛出现了一只沉睡的金龙 它的体型庞大,是玩家蛋仔的一百倍 那么此时此刻,我们直接使用锤子 砸开沉睡的大金龙鼓鼓的肚子 它肚子里面撞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小伙伴们,你们难道不好奇吗? 众所周知,大金龙睡觉的地方就在摩天轮的正下方 如果你在蛋仔岛中也见过这只沉睡的大金龙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这只沉睡的大金龙 它是无法被蛋仔叫醒的 我在蛋仔岛中,尝试使用蛋仔岛的进攻型武器咸鱼棒 为沉睡的大金龙的头打了三下 我和学姐发现,打了三下以后 它依然没有被我的蛋仔所叫醒 依然在呼呼大睡 对了,小伙伴们,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 因为我设置了,只有蛋仔大神才能关注 不信你可以试试 那么蛋仔岛中,让我们使用锤子砸开大金龙鼓鼓的肚子 它的肚子里面装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 今天我和学姐在蛋仔岛中,使用相机功能 寄入了沉睡的大金龙的肚子中 我和学姐发现它的肚子中空空如也 什么东西都没有 装满的全是透明的空气 所以说,在蛋仔岛中 当我们使用锤子砸开沉睡的大金龙鼓鼓的肚子后 就会看到它肚子里面装的全都是空气 小伙伴们,你们知道了吗?